呆壳牡蠣放上烤盘或是到夜市来一份额阿尖 但是现在不只是冷冻莓果被检验出A肝病毒 越南进口牡蠣也拉起食安警报 食药署公布从107年到今年4月底 边际查验了3981匹牡蠣 总共有19匹越南生鲜牡蠣不合格 其中被检验出14件怒罗病毒 A型肝炎一件重金属4件 其中有两件是被检出隔 另外两件则是无机身 但也难保没有抽验到的问题牡蠣早就流入市面 食药署也强调针对这类生食都会配合国际食安检测 但就怕还是有风险 医师建议牡蠣千万不要生吃 病毒不只残留在外壳里头的肉也会有 只有清洗是不足以把病毒去除 要经过高温烹煮才能将诺罗和A肝病毒杀死 只是重金属就没这么容易 无机身是致癌物会增加很多种癌症的风险 那无机身如果污染到母粒的话 但是说我们用清洗用高温是没办法的 还是没办法去除无机身 无机身最主要是要避免吃到 A肝病毒感染可能会造成急性肝炎 症状包含了发烧 呕吐 黄胆等等 而诺罗病毒也会出现恶心腹腺等症状 医师也建议可以的话尽量选择本土的母粒 毕竟在国内的饲养环境比较清楚 也比较可以把关 TVBS宣王新唐仲宣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吴 黄胆